我們從第一屆開始 就是參加了進口博覽會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直到現在的第五屆 我們每一屆都沒有落下 金博會是我們用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平台 經過金博會的 進口博覽會的這個平台 我們可以為南非的很多 中銷型企業能夠做好佛物 和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我們也更好地用好 金博會這個平台 能夠讓我們南非的一些企業 在中國能夠找到它的客人 也找到它的市場 其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是給華僑華人一個 最大的一個孵帶 因為華僑華人 他又懂中國 又懂國外 所以他天生的 就有這個好的基礎和基因 這個是我們祖國給華僑華人的 最大的一個負擔 我在這裡我也想 就是呼籲一下 華僑華人在進口博覽會 和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時期中 能夠永當弄潮 能夠回來 能夠把自己的強項 能夠貢獻給祖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華僑華人的 應該做的也必須做的 世界上 每幾個國家有中國這麼大的胸懷 就是我們中國人願意和所有的朋友 去分享我們的發展的成就 南非的商務公司和商務參戰 他們對進博會也相當的重視 每一年他們已經寫了很多的報告 強烈要求進博會能夠積極地參與 他們一致認為進博會是有助於南非的經濟發展 所以在這方面 我想進博會對南非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我覺得我們五年的進博會辦的還是相當成功的 如果沒有任何人歸讓人再加為 ût三半 應該也有多視乎 我們都會來 我們都會來